一直以为贝尔是个纯洁无害的人 没想到背地里却藏着这样的小心机 尤其是在和某些人在一起的时候 恨不得用最惊险刺激的活动去吓唬他们 而在和他搭档以前 大家都没有想到他有这样的坏心思 这次的伙伴是艾美奖提名记者泰恩 他因讲述他人的故事而被公众熟知 这一次 贝尔要让他转换角色 从舒适安逸的演播厅 来到蛮黄无情的荒漠 不知道这个姑娘是否经得起贝尔的考验 泰恩接到贝尔的指令 要一直往前开车 而他会不定时的出现 正当他沿路赏花时 贝尔乘着直升机从他车子上空飞过 泰恩被贝尔的大胆惊住了 没想到他竟然站在机舱外面 更没想到自己竟然也要一起站在那里 原本泰恩刚见到贝尔的时候 还欢欢喜喜的 被挂在直升机上的时候就紧张的不行了 直到落地的他都不敢相信 自己干了这么疯狂的事 要是妈妈看到的话 肯定会犯心脏病的 他觉得这些事太野太疯狂了 然而贝尔只是淡淡一笑 似乎都在说好戏还在后头 因为未来两天 他要带着泰恩沿几千米高的碎石山坡 越过狭窄的山梁 再攀下垂直抖壁 到达森林 横攻找到露营地 然后第二天 徒步抵达深邃幽暗峡谷的顶部 最后爬下惊险刺激的绝壁 抵达撤离点 冒险全程几十公里 肯定有泰恩兽的 在上山的时候 泰恩自我介绍 他来自一个只有两千多人的小镇 家里一直以狩猎和捕鱼为业 从小就想当记者的他 终于如愿已成了 而至于为什么要来和贝尔体验荒野求生 是因为他想感受下严肃工作外的生活 只是贝尔选好了地方 让他去打头阵的时候 他非常惊恐迷茫 有些不敢相信 贝尔解释说 如果失误了 他可以在后面拉一把 泰恩听后更迷惑了 如果有能力救自己 那为什么他不去打头阵呢 尽管心里很害怕 但来都来了 又怎么好意思退缩呢 因此泰恩只能硬着头皮上 他小心的踩在砂石上 这里的石头都很脆 稍微一碰就碎成小石块掉落 还能清楚的听到 银石从两侧滑落的声音 但贝尔在身后拉着他 感觉会安心的多 泰恩还主动分享了自己的纹身故事 贝尔觉得他的生活很丰富 只是话有点多 说话能分散他的注意力 缓解他的紧张感 也算是个不错的心理疗法 不过还是想吐槽 终于遇到个比自己还能说的选手了 走过山头 贝尔激动的问泰恩 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你要先听哪一个 泰恩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坏消息 坏消息是 过了这个山头 前面的路几乎都是峭壁断崖 只能靠绳索攀岩通行 好消息是 这里有棵树 可以挂在上面 帮助他们下山 但这个好消息 在泰恩眼里比坏消息还可怕 贝尔说的树 比圣诞树还要小 他认为这只能算是树枝 而现在 他们俩都要把命堵在这棵树苗上 他很害怕这样的挑战 所以他想 要不咱掉在直升机下面 直接飞回家算了 虽然心里没底 但此刻他只能照着贝尔的指示座 他在树的一边死死的拉着 就像是一个固定器 让贝尔成功下降到坡底 现在轮到他了 贝尔在那边放着绳子 泰恩开始缓缓挪步 坡很陡 还有滚动的碎石块和踩不稳的砂石 他走的每一步都很艰难 甚至连声音都在颤抖 走到一半的时候 他实在害怕的腿软了不敢动 在贝尔的安慰下 简单休息了一会儿后 才继续拉住绳子下坡 贝尔的鼓励相当有用 泰恩很快就平复了心情 之后还切实地感受到了 贝尔快乐坡的滑石快乐 在阴凉处休整的时候 泰恩说起了自己成名的故事 他以前在芝加哥 做了十年的记者和主播 之后受邀去了今日秀 成为了第一个美籍非裔女主持 这样的故事听起来振奋人心 但背后却有无数心酸 最让他难受的是 姐姐长期陷于感情迅涡 最终被人无情杀害 虽然警察表示知道凶手是谁 但苦欲没有证据 只能就此作罢 这件事点燃了泰恩 想要推动反抗家暴事业的决心 他认为拯救别的姐妹与水火 就像是拯救自己的姐姐 这些都是他不愿意提起的话题 但在贝尔和这片荒野面前 他愿意敞开心扉 他猜想这可能是他们的魅力吧 之后两个人边聊边走 来到了森林 贝尔高兴的是 终于到吃饭的环节了 杯子里有很多蛇 地鼠 老鼠 全都是行走的蛋白质 怎么能不让他欣喜若狂 贝尔正想着会有小动物自己跳出来 就在树枝上 看到了一只死去的小松鼠 看来美梦成真 真的只要刹那 贝尔高兴坏了 把小松鼠举到泰恩面前 激动地告诉他 这是今晚的晚餐 泰恩可没见过这种炸裂的场面 只问他 为什么我们不去找点蔬菜之类的吃呢 贝尔惊叹泰恩想的好主意 光是肉粿不行 来点蔬菜就营养均衡了 他让泰恩帮忙切割松鼠皮毛 随后提出了更过分的要求 让他把松鼠的内脏拽出来 听到要自己动手 泰恩惊慌的小手疯狂颤抖 在触碰到内脏的一瞬间 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 用力拽了两下后 他害怕地甩开了手 对他来说 干这种血腥的活儿真的很难 之后他疯狂地在旁边的石壁上擦手 还直接往贝尔的裤子上抹 贝尔徐斯这个嘉宾胆子可大了 于是把掏干净的松鼠挂在了他的背包上 最真实的松鼠挂洁 你值得拥有 泰恩感觉自己要崩溃了 松鼠的尸体散发着阵阵血腥味 引来了很多苍蝇 他可能觉得自己现在这样 有点像行走的便便 等到下午时分 贝尔终于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引体 他们布置好吊床之后 来到了露营大餐 烹饪环节 泰恩的包里 常备的洗手业 是个难得的生活好帮手 因为里面有酒精 能够快速引燃 贝尔先示范着打了一次打火石 再让泰恩跟着操作 泰恩之前完全不知道洗手业还可以生火 这一趟跟着贝尔可算是长见识了 等篝火点燃后 贝尔在上面放上了松鼠串 泰恩有些茫然 他不敢吃这只小松鼠 因为没有放橄榄油烹饪 甚至简陋的连盐和胡椒都没有 更没有柠檬之类掩盖野味的东西 除去野生动物本身的味道 他还在自己背包上臭了很久了 很难想象自己竟然要吃掉这个恐怖的东西 贝尔问泰恩 这像不像一场约会 泰恩斩钉截铁地说 如果这是约会的话 绝对是和你的最后一次 贝尔得知泰恩还没男友是操心的 早知道就等你出了对象再让你来了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你和我一起野外生存过了 你在别人眼里就成了野兽会吓到别人的 毕竟大家都知道 贝尔的荒野生存不太正常 谈话间松鼠也烤熟了 贝尔分给泰恩一点烤肉 他只小心地尝了一点 味道不算太难吃 也不算好吃 只是比起蚯蚓炒蛋 算是美味级别了 再想起今天的经历 他感觉今天过得实在太痛苦了 接着贝尔和他聊起了家庭的事情 泰恩的姐姐走后 父亲也一病不起 一个家庭同时失去了两位至亲 对他来说是相当大的打击 贝尔用自己的遭遇和他将心比心畅谈 让他备受鼓舞 他很感激有这样一个机会让他闯荡 也感谢有人愿意倾听 只是到了晚上 他可又不这么想了 半夜他的身体还没休整过来 两只手已经合不拢了 而且身体酸痛 大腿还抖得厉害 他想到不如赶紧溜了算了 贝尔听着他的牢骚 有了一丝愧疚感 只劝他早点睡吧 明天还有别的活呢 第二天一早 泰恩很惊奇 凌晨竟然能在荒野听到犬肺声 贝尔泡了一杯茶 惬意地喝着茶跟他科普 傻姑娘那可不是狗 而是货真驾驶的骄狼 贝尔先说了今天的计划 在到达撤离点之前 他们要直上直下的赶路 是真的笔直的路线 泰恩表示 那就贝尔一个人去吧 自己再躺躺 贝尔弄熄勾火 制造了大量的烟雾 朝着泰恩的方向吹 想要把他从吊床上熏下来 然而泰恩 即使被烟枪也不想动 不得已 贝尔只能手动叫他起床 他一边断着茶杯 一边走过去 掀翻了他的吊床 让他滚到了地上 孩子不起床怎么办 直接掀被子掀床板 简单粗暴 而且非常有效 泰恩PDRPDR地跟着贝尔走 他希望他能看在 这是他第二天的份上 让他好过一点 贝尔对此只说 是否浑身酸痛我不知道 我只管保证你活着回去 而且前面就要到终点了 再见这一会儿就到了 这话像极了体育老师的语气 让泰恩感觉大事不妙 料想前面可能还有大坑 他的直觉没错 贝尔带着他来到了 一道巨大的裂缝面前 照样告诉了他 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他们要在这里吃饭 而且离彻离点 只有一千多米了 坏消息是 要从这里爬过去 这是一道约55米深的沟壑 从上面探 完全看不到底 泰恩紧张的不敢呼吸 当贝尔忠告他 不要往下看 但是又问他想不想看一眼 勾底有什么 他条件反射的向下瞄了一眼 简直快把魂吓出来了 他紧张的不知所措 浑身都在颤抖 等到谷底的时候 直接腿失去知觉 贪软在底 经过了这个试炼 泰恩宣布 在有生之年 遇到其他事自己也不会怕了 真怕这个时候 贝尔又找来一只死松鼠 让他拽内脏 贴心的贝尔 反倒把他们下降时用的锁扣 当做礼物送给了他 然后带着他沿着谷底小路 走出了峡谷 并找到了回去的摩托车 经历着生存的考验 和生命的升华 他们想要带着 新的感悟和故事回家了 好了 惊险刺激的荒野求生 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 不知道下一期 又是哪个倒霉鬼 要被贝尔无情坑害呢 我是比尔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